巫统领袖涉嫌卷入吸毒风波 这一个人证实是巫统敦拉萨镇 区部主席拿督李扎曼莫达 李扎曼莫达今天在家人和支持者的陪同下 召开记者会强调自己并没有吸毒 当晚只是到有关的娱乐中心喝咖啡 李扎曼莫达甚至把矛头指向他人 他认为这一切都是有心人士的政治迫害 他是冤枉的 他很尴尬地区部主席 然后在短期间 我继续带到IPD区域 然后他认识去哪里 除非在家人士的酒店 喝咖啡 然后所有私人士的酒店 喝咖啡喝咖啡喝 没颗药 也没喝酒 尿解却显示有吸毒 李扎曼回应 他也无法理解其中的缘由 至于为何会选择到娱乐中心喝咖啡 他解释那是因为他喜欢唱歌 与此同时 副首相拿督斯里阿莫扎西 今天在被媒体追问时则表示 案件调查工作交由警方处理 我们都会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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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李扎曼声称遭染陷害 确有人想破坏他的名声 让他无法上阵来届大选 甚至有谣言指 和巫统争夺上阵 敦拉萨镇的马华 可能和事件有关联 对此 马华省理总会长 拿督斯里为家祥 郑重博序传言 他强调 马华不会因为政治利益 陷害盟党 这个传言呢 我觉得非常可笑 我想马华不会吃饱 这么得空 去做这种无聊的事情 这个完全不是跟马华 有直接的关系的 马华也不可能用这种方式 来对待我们的这个伙伴 至于这种传言 为什么会出来 我想 我也很觉得 我也觉得 这个是非常 应该是凭他们的想象吧 魏家祥认为 执法单位所转开的突击行动 并不在外人的掌控之中 只要当事人没有做违法的事 任何人都无法设下陷阱 NTV7综合报道